好,那么呢,开始,刚刚是说到了咱们的这个Aleconda,对不对,说到了这个,好,那么大家如果说安装好了这个JuPatter notebook的话,可以去安装一下,可以去点击咱们的这个JuPatter notebook,好吧,点击它,它会,它就会默认的给你们打开这样的一个窗口,好,那么大家注意的一个点啊,需要注意,就这个窗口啊,你不要给它杀掉,好吧,杀掉的话呢,那么你到里面去写代码的话,呃,是写不了的,好吧,写不了,所以说, 这个地方我把它去收缩进来,就可以了,好吧,那么这个窗口弹出之后呢,它会默认的给你们去弹出这样的一个写代码的一个浏览器界面,好吧,这个浏览器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去写代码的一个环境,这地方把它给它打开一点,好吧,然后呢,你可以在里面去点击什么呢,写代码怎么去写,啊,这个地方可能大家不够,不太清楚,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new啊,有个new,有个new,在里面去点击这个passion3啊,就可以新建在那个文件,啊,这个文件就是我们去写代码的地方,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大家创业的一个点,对不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这个文件的一个后缀,看到没,这个地方这个后缀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呀,跟我们日常去写代码的这个,这个东西就有点不一样了,对不对,就有点不一样了, 啊,这个是我们去写,啊,这个是我们去写,呃,独特的一种,独特的一种编码方式,独特的一种文件格式,好吧,好,在这个地方啊,你去点击这个文件名,对不对,它可以让你去新建这个,呃,去改一下这个文件名称,好吧,这个文件名称,我给它取名称为passion, 开发,港位,需求,分析,好吧,这个地方我给它取名称这个,这个东西,好,在这里面你需要注意的是,呃,有同学可能会去问啊,会去想,这个文件呢,算了,下不起,啊,这个,啊,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的,其实很简单的,这个地方需要大家去注意的一个点,你可以,啊,像你们这个飞鱼同学, 对不对,假如说我在里面写的一些代码啊,我想把它变成一种PY后缀的文件,我们怎么办呢,啊,我们怎么办呢,对不对,我想,我想,我在这个派项目里面也想打开的啊,对不对,怎么办,啊,不用慌,是吧,不用慌,很简单,很简单,在这个fail里面,在这个fail里面点击它,对不对,点击它,在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叫做这个,呃,downloads, 对不对,downloads,下载成为什么呢,啊,这里有notebook,对不对,下载当前写的代码,啊,包括它还可以把你这个文件啊,转成这个py,转成这个py,转成这个py常用的这种格式,对不对,还有这个html,啊,你可以把这个,这个代码变成一种网页,对不对,变成是网页,还有其他的一种格式,啊,pdf,对不对,还有这个markdown,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啊,这是这个工具啊, 以及,啊,这个地方我要去介绍一下这个软件的一个使用,好吧,软件的一个使用,好,啊,这个地方,首先刚刚也看到了,我把这个代码块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我把这个代码块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我把这个代码块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这是我,这个就不是我这个代码块了,这个就是我们去写文本,啊,去写注释所用到的一些方式, 对不对,首先我们新建一个代码块,它里面会有一些操作啊,对不对,首先这个代码块,其实我也可以把它变成,变成这种写代码的一种方式,对不对,如果说我想要写文本怎么办呢,在这个地方,这里,这地方,有一个叫做markdown啊,对,markdown的话就是我们去日常去写一些文本,对不对,写一些,写一些字体,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这个代码块 改成这种方式,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去写这样的一些注释,对不对,反映注释,好,以及的话呢,假如说我们想去写一行代码,怎么办呢,对不对,想去日常的去写一个打印函数,对不对,像我们经常,像我们不管是学习任何一门语言,不管是你去写C,还是去教啊,还是去passing,或者说学其他任何的一门编程语言,大家在写第一行代码,大家我觉得, 肯定都是Hello World,对不对,是不是很熟悉啊,这个这串代码是不是非常熟悉啊,是不是觉得很眼熟,打印一个Hello World,对不对,你好世界,好,在这个地方,你们可以去选择一个运行啊,像我们拍项目里面去运行,是不是右键选中全部进行一个运行啊,对不对,是不是右键全部运行,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这个, 网易编辑器里面,对不对,你要去运行的话,你就需要去用一些其他的一些快捷键,就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run,看到没,有一个run,可以去运行这行代码快,你可以点击这个run,运行它,在这下面就会默认得给你们去运行这行代码,好吧,以及,我们还可以用一个快捷键, 这个快捷键就是Shift加回车,Shift加回车,就可以运行这行代码,当然这里面你可以去重复打印,对不对,可以去重复打印,这个地方要注意的一个点啊,要注意的这个软件的使用, 它跟我们在这个默认的这个拍项目环境下,写这个py文件的这种代码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在这里给大家去说一下,就比如啊,我们在这个上面的这个代码快里面,对不对,它是一个文件,它是一个文件,它把这个文件呢, 划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区域,成一个一个的区域,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我在这个下面去写代码呀,我在这个下面去写代码,是不影响上面的,上面的代码的,是不影响它的,就比如我在下面运行代码,上面的代码是不会有任何的, 任何的影响,不会有任何的影响,这是这个,当然,怎么说呢,不是说所有都不会影响吧,它也会有一点的影响,刚刚说的太绝对了,我拉回来一点,我拉回来一点,是说我们打印的结果,打印的东西跟上面的结果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说你如果说去新建一个变量,对不对,新建一个a,a等于1,对不对,这个下面的话, 你去进行一个操作,比如说a等于1加1,对不对,你去运行的话,其实它还是会进行一个操作的,还会进行一个操作,现在的话也是等于2的,它还是会进行一个操作,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有的同学就会问了,就会有一个比较,比较大概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运行这个代码块, 我们如果说想要整个文件去运行怎么办呢,对不对,是不是难道我要一个一个快捷键运行啊,是不是非常的麻烦啊,非常的不人性化,对不对,非常的不淫性,对不对,没有一点淫性,那么我们其实里面会有一个方法啊,里面会有一个方法, 看到没,这个cell里面,这个cell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做run,哦,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运行所有的代码,对不对,就是运行所有的代码,你们点击它,它就会某种地把你这样的码,从头到尾运行一遍,从头到尾运行一遍,好,这是这个软件的一个使用,好吧,软件的一个使用,能够听懂的同学,在公屏上给我敲个1,好吧, 好,都能够听懂,对不对,都能够听懂,好,下面的话呢,就开始我们的一个写代码了,算定一点,我们要去说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分析部署, 数据分析的一个流程,像有些这个小学习的同学,对不对,小学习的同学应该是非常熟悉了,我们数据分析第一步应该去干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第二步应该干什么,对不对,这里我再给大家去简单的去介绍一下,首先第一步啊,我们要去导入这个数据,对不对,导入这个原始数据,好吧,首先我们说做数据分析啊,就必须得有一个数据, 支持,对不对,所以说第一个是必须要的,其实第二个的话,你要对你的这个数据啊,进行一些处理,对不对,进行处理,像我们之前这个,谁,给大家看一下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集啊, 这个数据集的话,怎么说呢,还会有一点问题啊,不管是谁爬起的,其实都会有一些问题,对不对,这个数据集其实是咱们的这个,自由老师爬起的,好吧,这个地方, 我去说一下这个数据的问题啊,大家不要去,不要给这个,这个自由老师透露啊,好吧,不要说他,我没有说到坏话,好吧,我没有说到坏话,好,首先第一个,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啊,他,首先这里有一个公司名称,对不对,有一个公司名称啊,以及这个职位名称,对不对,以及这个地区,还有这个经验,学历,薪资啊,等等这些东西,啊,等等这些东西,不要很保护老师这些和平,我们老师其实是非常和平的,我是开个小玩笑,好吧,开个小玩笑, 好,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他爬起的这个数据集有什么问题,好吧,首先第一个,大家去看一下,第一个,第一个,早餐,哎,我们往下面翻,我们去往这个经验,呃,前面的话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前面这两列,以及这个,是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好吧,我们看到经验这一列,我们往下面翻,好吧,我们往下面翻,哎,哎,哎, 啊,有没有人看出什么问题啊,这个经验这一列,有没有这个眼睛,眼睛比较厉害的东西啊,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啊,这个经验这一列,我先不出后面的,好吧,我先不出后面的,看到这个,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哎,对,这个,小起司东西,对不对,啊,看到了,这个地方有一个大砖啊,对不对,哎,这个经验里面怎么出现, 一个大砖啊,很离谱,对不对,很离谱,啊,以及,这是,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这是经验的一个问题,好,以及我们看到这个学历啊,学历,哎,这个地方怎么出现了一个超弱感人啊,呵,呵,这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什么东西啊,以及这个招一人,对不对,后面还有招好多人,招好多人,啊,这个地方就不去医医的去说了,好吧,这是我们目前眼睛所看到的一些问题, 这是第二个问题,好,第三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就是刚刚前面这个,飞鱼同学,好像,好像飞鱼同学吧,啊,不是飞鱼同学,啊,这个小起司同学,对不对,空的太多了,啊,空的太多了,这里薪资你看到,有缺失职,对不对,有缺失职,啊,缺失职,对不对,有这么多缺失职,以及咱们还有这个公司福利,看到没,公司福利,啊, 啊,这里有些公司福利是没有的,对不对,有些公司他没有福利,啊,这个地方,呃,这个不能怪我们这个自由老师,啊,这个地方不能怪自由老师,啊,因为他本身就是没有,呃,本身就是没有职的,对不对,所以他爬去下来的这个结果也是没有职的,啊,这个地方不能怪他,啊,但是前面的这些东西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对不对,啊,前面的这个,这个,这个经验,啊,这个经验,以及这个学历,对不对,就由于,由于,由于, 学历的有一点点说不过去了,对不对,啊,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这个,呃,怎么说呢,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哎,这什么玩意啊,啊,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处理里面都需要去做的,好吧,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几件事情,啊,这里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件,说了这个东西,啊,以及我们第三步要进行那个什么操作呢,啊,第三步是去做一个, 这个数据可视化,对不对,数据可视化,呃,就是,就是说什么,数据分析吧,其实他也有一个别名啊,当然里面你要去做一些数据分析,对不对,去做一个数据分析,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呃,写代码的个步骤,好吧,写代码的步骤,好,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去一一的去实现咱们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代码流程,好吧,首先第一个,其实我们要去导入一些工具啊, 啊,导入一些工具去帮助我们去做这个数据处理,啊,帮助我们去做这个数据可视化,对不对,帮助我们去导入数据,首先第一个,导入一些,呃,导入一些Pandas吧,首先第一个是Pandas,好,呃,林智同学不要慌啊,不要慌,我会给你们去介绍这个,这些工具,是吧, 啊,啊,首先先导入这两个工具吧,不是导入多了,导入多了可能会比较懵,好吧,首先第一个,第一个要跟大家去说的,它是一个做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它是去做一些表格处理,啊, 啊,像我们刚刚在这个表格里面看到的这些异常词,对不对,这些奇怪的词,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处理,这些包括这些空词也要进行一个填充,好吧,这些处理的话,我们要去,就需要用到这个Pandas,啊,表格处理,以及导入数据吧, 啊,我们都需要去用到它,好,其实的话呢,我们去做这个数据可视化啊,我们需要用到这个,就是去画图,对不对,去画图,去画一些柱状图,对不对,啊,以及丙图,啊,等等等等,啊,啊,听过,听过我这个公开课的同学啊,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Pandas里面能够会,会是非常非常多的图形,啊, 啊,它里面的一些图形种类大概是有好几十种,好吧,有大概三十多种,对不对,三十多种图形,啊,这是我们要导入的一些工具,第一个,好,其实的话呢,刚刚已经说到了,我们去导入数据,对不对,我们要去用到这个Pandas,对不对,要去用到Pandas,它里面内置了一些,呃,内置了一些方法,内置了一些函数,去帮助我们去导入数据, 好吧,帮助我们去导入数据,啊,我只能听思路,啊,大家,呃,没有机械文学,建议就是大家去先去听一下我的这个思路, 吧,以及我的,我的这个东西,大家课后可以去找咱们这个目标老师,就是拿到咱们的这个课程的一个路坡,好吧, 好吧,好,这是这些东西,好,我们可以用这个Pandas里面有一个函数,有一个readsetsread的一个函数,帮助我们去读取这个文件,对不对, 帮助我们读取这个文件,啊,当然里面你需要去填,填入,用一个单引号吧,去填入这个文件的一个目录,它在哪个地方,啊,首先,假如你的一个文件,啊,它在这个桌面的桌面下面,对不对,你可以点击右键,啊,它里面有一个叫做属性,你点击它,点击它之后呢,里面的话会有这个位置,对不对, 也就是这个文件所在的一个位置,我们复制它,好吧,复制它之后呢,哎,复制它之后,沾到我们这个里面来,当然前面你要把它转成一种数字串,哇,转成一种数字串,读取这个数字,好,里面去写入咱们的这个文件名称,这个文件名叫什么,招聘数据.csv,对不对,招聘数据.csv,把它沾到这个里面来, 好,这个地方就已经完成了,好,就已经读取完毕了,我们可以,呃,刚刚跟大家说的,运行这个,运行这个代码,对不对,运行这个代码快,我们怎么去运行,点击这个Rub,对不对,或者说直接用快据键,泄入大家回车,我一般使用快据键,对不对,安全里有这个完整的目的名称,啊,这个地方,我说拼接其实也是可以的, 啊,这个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这种方式,对不对,好,这个地方,诶,我发现它有报错啊,对不对,诶,这个地方呢,像这个邻居的同学,对吧,会有同学可能看起来有什么,诶,我不是导入数据吗,它怎么会报错呢,对不对,它怎么会报错呢,这是什么问题啊,这个地方我们去不要慌,好吧,不要慌,大家在这个题,在这个前面加入一个什么呢,加入一个, 啊,GiN1,等于咱们的这个Pathom,对不对,指定这个Pathom解释器, 好,在这里面,给它沾到这个里面来,对不对,指定咱们的这个Pathom解释器, 然后的话再运行,对不对,啊,再运行的话,数据就已经导入了,啊,数据就已经导入了,但是你会,还会发现, 一个问题啊,还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在这个啊,导入数据的时候,对不对,在我们做数据分析,导入数据的时候,都会遇到的几个重点的一个问题,好吧,都会遇到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已经跟大家说了,指定一个指示器,解释器,啊,这个解释器的话,之前跟大家,就是客前的话,也跟大家说过,对不对,这个解释器是什么意思,啊,其实第二个,其实第二个,你要去指定一个编码,什么意思呢,啊,什么意思, 在这里面,我们要去指定一个encoding,等于一个什么呢,UTF-8,啊,等于一个UTF-8,啊,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呃,设置一个这个UTF-8,呃,啊,这个地方,怎么跟大家说的,我想一下,啊,就是你在去指定这个编码的时候,啊,像我们这个,文件,啊,像我们这个,每个文件,每个CSV文件,啊, 啊,它都有它的一个,呃,怎么说呢,它都有它的一个,呃,一个方式,你可以理解为是它的一个语言,对不对,啊,看到中国人说中国话,啊,可以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比如说,这个,这个,这个文件,啊,这个文件,现在说的是中国话,对不对, 这个文件,现在这个CSV文件,说的是中国话,然后我们这个,呃,然后我们这个,呃,这个Pandas,啊,它现在是说的这个,呃,美国话,对不对,说的是这个英文,好,那么我们要让它之间,要让它们中间能够,能够听得懂,那么中间是不是得有一个翻译官,对不对,得有一个人做翻译, 啊,要,要,要么把这个中文翻译成英文,要么把这个英文翻译成中文,对不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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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这个UTF-8,对不对,就像这位同学说的,啊,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国际语,对不对,啊,然后的话,我们去指定这样的一个编码的话,啊,指定这样的一个翻译,对不对,把这个,把这个编码解释搞定,对不对,啊,搞定之后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 这个我确实没有想好我的一个,呃,怎么,怎么跟你们去解释吧,啊,从原理上来说,去解释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好,这是这个东西,嗯,像正常来说的话,大家都会,呃,大家会遇到了几个问题啊,首先,呃,就是,其实就是这几个问题,就是这两个问题,啊,当然编码的话,这里面的这个东西,你可以去选择, UTF-8,或者说去选择这个GPK,啊,这两种,大概就是两种,啊,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两种,你有哪种报错的话,你就去使用另一种就可以了,啊,这地方呢,我去用这个BOSS给它接触,哎,不对,不能用BOSS,这个地方用DF给它接触一下,啊,用DF给它接触一下,啊,用DF给它接触一下,然后运行它,对不对,现在这个DF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能理解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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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这个DF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好,在这个地方的话,你们可以去打印啊,去打印这个,去打印这个DF,这个表格,啊,这个地方,飞鱼同学啊,你就需要注意了,这飞鱼同学,你用PiChamp,啊,现在所有用PiChamp同学的,用PiChamp编辑器的同学,啊,这个地方都需要大家去注意,好,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去运行这个DF,你会发现,哎,我们没有用到打印函数,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表格给我打印出来, 发现没,我们没有用这个打印函数,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表格打印出来,从头到尾的,全部打印出来,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呃,在这个,在这个,在这个编辑,在这个,就PiNetbook里面,对不对,在这个网页里面,去写代码的一个好处,对不对,就像我们在PiChamp里面,我们去使用打印函数去打印它,我们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格式啊,对不对, 你可以发现,它的一个格式是非常的不直观,对不对,非常的不好看,啊,这也是这位飞鱼同学,你在PiChamp里面,你去写代码,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打印格式啊,呃,比较离谱,对不对,不是很好看,包括我想看每一行的数据,我可能看到这个第一行,对不对,看到这个后面,哎,它后面,我还要翻到这,翻到这里,才能看到它后面的数据, 对不对,啊,但是在我们这个,呃,在我们的这个,呃,在我们这个,呃,网页机制本里面,我们去直接用DF,就可以把我们这个数据啊,呃,变成一种,呃,变成一种这种,这种格式,对吧,变成一种这种格式,对吧,变成一种表格的一种格式, 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在这个PiChamp里面,呃,的一个,另外一个好处,好吧,做数据分析的另外一个好处,啊,软件特色,对,软件,各个软件有各个软件的一个特色,对不对,为什么做数据分析,推荐大家用这个,因为它的一种,它的一种软件特色,呃,就更适合我们去做这个数据分析,好吧,更适合我们去查看这种表格类型,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说要用这个,Pi,要用这个, 技术本,你要去做这个项目的话,要去做这个开发的话,我是强烈不推荐的,对不对,啊,这地方的话,它数据给了我这么多,我只需要查看前五行就够了,好吧,我不需要全部的,我看一下它的前五行就够了,对不对,啊,用这个head,去查看这个表格当中的前五行,好吧,前五行星期,好,数据导入完毕业之后呢,我们要去进行一个数据处理,也就是刚刚 给大家说过的这个表格里面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不对,啊,会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呃,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它有一些异常值,对不对,有一些异常值,这个地方2.1吧,好吧,嗯,异常值,这边异常值,那么这个异常值怎么去处理呢,它怎么去处理呢,想一下,大家想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替换掉,在这里面,呃,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在这个经验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吧,先看一下这个经验里面有几种值,啊,我们可以去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呃,这个,啊,DF,啊,DF里面去填写这个,叫这个经验,好吧,叫这个经验,啊, 然后点一个叫做什么呢,啊,现在这个经验我就全部拿到了,好吧,这个经验,DF,中国号经验,我就把这个经验里面的所有数据全部拿到了,好,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进行一个操作,啊,呃,unicode,啊,介绍一个函数叫unicode,它可以去帮我们去统计,统计里面所有出现的这个,值的这个类型, 啊,统计,呃,统计这段,里面所有出现的,值的类型,啊,的值的类型,这里面可以看到,有两年经验,有一年经验,这边有三到四年,八到九年,还有无期经验,还有五到七年,啊,这里还有一个大专,这边, 那么这个大专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去处理的,对不对,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错误,只有这个大专是我们要进行处理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它进行一个处理,对不对,那么怎么去处理啊,啊,那么怎么去处理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用一个DF,对不对,用一个什么叫做经验,啊,把这一列进行一个替换, 啊,进行一个替换,里面的话呢,去写大专,对吧,把我们的这个大专啊,替换成什么了,啊,大家说,大家去想一下,这个飞鱼同学,对不对,你去想一下,我把这个大专替换为什么比较好一点, 难道是否直接把它替换为一种空的吗,这不,这不,这不,怎么说呢,这不合理,对不对,这合理吧,这不合理,对不对,所以说啊,我们去,大家去想一下,是不是,是不是所有的大专,它上面填的一些大人学历,啊,是不是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 啊,就是说,它现在的话,呃,在这个里面,对不对,我们爬从去爬起数据的时候,啊,是不是一个一个这段爬起的,是不是它里面,是不是一个列表啊,是不是一个列表,啊, 那么这个列表的话呢,它里面可能是有,有长有短,对不对,有长有短,啊,有长有短,所以说它里面有,有少了一些学历,对不对,有少了一些学历要求是,呃,怎么说呢,是比较合理的,好吧,这个数据里面,它本身爬起下来就比较,就少了,那么它就会默认地把这个,把这个字段提,提到,提到前面来,对不对,啊,像这个,呃,我说起来可能比较,比较的,呃,不能够理解, 对不对,像,但是像这个小学同学,啊,真正做过爬送的,爬送,真正写过爬送的,对不对,啊,你应该能够想到,啊,应该能够想到,它,它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出现的,对不对,是为什么出现的,吧,是这个,啊,里面的话呢,你去把这个大专啊,它里面可能是不需要经验的,对不对,不需要经验,那么这里面我可以去写,把它用什么去填补呢,用这个,无需经验,啊, 用无需经验去替换,啊,用无需经验去替换,当然里面你要去写一个东西,啊,叫做,Inplace,啊,等于一个去,啊,Inplace等于去,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直接在我们这个经验内进行一个操作,啊,直接在我们经验内进行操作,啊,如果说我们不加它,啊,如果说我们不加它,啊,如果说我们不加它的话,那么它运行的话是没有效果的, 你会发现它运行没有效果,对不对,就比如我们再去打印它,对,它这个大专还是在,好吧,如果说我想要它展示一个效果的话,我需要在里面去加入这个Inplace,等于一个去,直接在这个经验内进行一个操作,好吧,运行它,然后再运行它,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个,这个大专就被替换掉了,对不对,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之前发生,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其实第二个,学历,好吧,学历,同样,啊,同样,我们用这个Unicode去统计一下,统计一下,学历里面所有的数据,它有几种类型,对不对,它有几种类型,啊, 你会看到它里面有这个招若干人,对不对,招一人,啊,招二人,啊,招十人,对不对,招三人,对不对,那我们去,同样,要进,要对它进行一个上面的一个操作,好吧,这个地方我就复制它,这地方我们要把学历里面的这个什么,招若干人,对不对,替换成什么,啊,替换成什么,啊,替换成什么,替换,是不是可以替换成这个,嗯, 啊,学历不现,哇,学历不现,对不对,然后像其他的也是一样的,啊,像这个招一人,对不对,把他替换成学历不现,对,像这个招,招两人,对不对,啊,以及等等的这些招十人,啊,这个地方我就全部复制了, 啊,招三人,啊,这种还是表格,表格里好处理,啊,怎么说呢,这个东西看个人吧,当我们的数据量多的时候,在我们这个表格里面,啊,在我们这个表格里面处理的话是非常麻烦的,因为它运行的话会比较慢,啊,是不是爬取的, 或者说遇到空子,啊,替换就更好,更合适,啊,如果说这个爬虫工程师,啊,大家注意,如果说这种爬虫工程师,啊,他知道,他知道,他就是做过相对应的数据分析的话,啊,那么是,那么他们他是,他是知道我们需要,我们数据分析到底是需要什么数据的,好吧,就像,就像我现在就是,做过数据分析,啊,我知道我需要什么数据, 我就可以对应着我的数据,我自己可以去做一些爬取规则,对不对,做一些爬取规则,啊,是不是爬取,爬取时候遇到空子就替换更好,更合适,这个看人,啊,这个看人,啊, 有些时候,你如果说是去做数据分析的,是去做数据分析的话,啊,这个数据的话,是不,是跟你,是不是你爬取的,你懂吗,这个东西就不是你爬取的,是别人爬给你的,你不能去决定他的这个数据,你只能去做这个数据处理的数据处理,啊,更合适,更,你是说更合适,对吧, 当然是更合适,啊,对不对,当然是更合适,啊,我做这个数据分析,对于我来说这个数据越干净越好,对不对,越干净越好,啊,但是我,我这个数据越干净的话,对于爬行过程师,他的一个做,工作量就会稍微大一点,啊,我的意思是,爬取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爬取不下来,或者说是空的值,就直接替换了别的内容,啊,这个东西的话, 在爬送的话,在爬送里面,怎么说呢,可能不太好处理吧,啊,用表格处理的话,用这个pandas处理的话,可能,呃,更加方便,啊,当然,你也要用到一些数据分析的一些东西,啊,在爬送,在爬取数据的时候,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处理,对不对,也可以处理,啊,这个是不冲突的,啊,这个是不冲突的,啊,但是, 如果你说你去做数据分析的话,是必须要进行一个数据处理的操作的,啊,不管数据干不干净,啊,不管数据干不干净,啊,不管数据干不干净,你都需要去了解这个数据,啊,这是这个东西,然后的话呢,我们再去运行一下,他会,我们会发现,啊,他就把我们这个学历不限,还有等等的这些东西,全部给我替换掉了,啊,全部给我替换掉了,啊, 好吧,这是这个东西,包括其实,嗯,其实,其实像我们这个薪资这一类,其实也有一些问题,对不对,也有一些问题,你们会发现,它里面有这个,啊,这个数据我不好进行,有缺失值,缺失值只是一种情况,啊,我要对这个薪资进行一个处理的话,我要去统计, 不可能说我去统计,他的一个薪资区间吧,他的薪资区间,类型太多了呀,啊,类型太多了呀,给大家去看一下,他的薪资区间有多少吧,啊,如果说我要对他,啊,对这个薪资,对这个工资啊,薪资,对不对,运行一下他,你会发现里面东西有非常非常多,啊,我能够直接对他进行一个处理,对,我能够直接对他进行一个,呃,进行一个分析吗, 是非常难的呀,对不对,你会发现是非常难的,对,很难搞定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把这个,把里面的东西给他提取出来吧,给他,给他变成一种,怎么说呢,变成一种具体的一种薪资,好吧,因为这个薪资区间的话,不太好处理啊,你会发现,啊,我们做,我们做表格的话,我们去画这些图表的话,啊,对这些,这,对这么多的 数据,我们去画图,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你画出来的图是没有价值的,说白了,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薪资区间啊,给他提取一下,好吧,啊,这个地方给他写一下,叫做这个,2.2吧,薪资,列,处理,啊,薪资,列,处理,啊,薪资,列,处理,啊,薪资,列,处理,首先的话,其实我们第一步的话是要去,呃,怎么说呢, 第一步怎么办,他里面有一些空值,对,他里面有一些空值,我们把它删除掉吧,好,把它删除掉,啊,首先我们通过这个一直闹,查看他里面的一些空值,啊,一直闹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样的操作,啊,就是说判断每一个字段,啊,判断每一个字段,它有没有确实值,啊,也是在我们这个表格里面,啊,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对不对, 是有没有确实值,啊,有确实值的话就是去,没有确实值,现在这个地方就是force,对不对,在这里是空值的,那么它就是force,好吧,然后的话呢,我们去进行一个求和,求和的话呢,就会默认的给我们去返回,每一列它有没有确实值,啊,每一列它有没有确实值,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它是,呃,有一些确实值的,新制这一列有确实值,那么这个地方我做一个处理,对不对,那么对于确实值的一个处理,啊, 2.2.3,对不对,确实值,处理,啊,那么对于确实值的处理,我们有两种方法,对不对,有两种方法,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填补,对不对,其实第二个的话就是去,啊,就去做什么样的操作, 删除,对不对,其实,其实无外乎就这两种,啊,就关心到你用哪种好一些,那么当然对于我们这个13列,对不对,就只有13个确实值,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删掉,对啊,不影响我们的一个分析, 好吧,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删掉,啊,用什么呢,用df,这个地方,写入一个job,哎,啊,这个地方,它里面应该有一些方法吧,对,subset,什么意思呢,通过什么,哪,哪个地方有删除的,那么我就删除它,对,就比如我们现在是按照这个新制, 这一列进行那个删除,啊,然后inplace,等于一个cho,啊,进行个删除,运行之后呢,它就会把我删除掉了,对不对,删除掉了,把这个确实值啊,给它全部删除掉,对吧,通过这个新制列,哪个列,哪个新制,就比如这个新制,对不对,这一列,它就会把我删掉,对吧,它新制有确实的,删掉,干掉,对不对,干掉, 这是这个东西,好,啊,这个数据处理,这,今天的这个数据处理是比较经典的呀,啊,因为它里面的一些问题是比较多的,啊,啊,那么删除之后呢,我们进行一个处理,啊,新制列,我们还没处理完,对不对,新制列还没处理完,我们要把这些数据给它提起出来,对吧,首先的话,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操作, 首先我们要通过一些,呃,方式,把这个1.5,把后面的这个1.8提起出来,然后求一个平均,好吧,然后求一个平均,那么这个平均值的话,就当做我们的这个岗位的这个新制,好吧,那么这个平均值就是这个新制,我们是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我们在这里会用到这个,呃,boss,啊,不对,不对,df啊,df,怎么总是想到这个boss呢, 对不对,啊,把这个新制里面的这个,这个列,啊,转成字幕串,然后把它进行一个提取, 再提取,anct啊,进行提取,啊,怎么提取呢,怎么提取呢,这地方就要用到一个叫做正折表达式了,对不对,要用到一个正折表达式,像我们的这个,呃,之前,之前听过咱们爬中关课文学,可能会知道,对不对,正折表达式, 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好吧,我们可以去通过一些规则,啊,去匹配里面的一些数字,就比如,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要去匹配,这个啊,或号,点心问, 到什么呢,到点心问,啊,也就是说,这个杠杠,这个杠杠,这个杠杠,前面的这个数据我都要,好吧,前面的这个我都要,然后后面的话我都不要,后面不管是什么我都不要, 啊,这个地方我们运行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他就会把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一列啊,全部给我提取出来,全部提取出来,对不对,好吧,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这个地方我把它,我把它取名为叫做什么呢, 在这个DF里面,我新建一个列,叫做Button,好吧,叫做Button,里面的话,让它等于这一列,好吧,现在DF就已经有了这一个列了,好,有了这个Button列,Button列的话是新制的下限,好吧,那么这是下限,那么上限的话怎么去提取呢, 同样,我复制它,对不对,这里我,这里我写一个top,写个top,那么里面的话去写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里面的话就有点不一样了,就有点不一样了,首先的话我们需要这个所有的,前面的话,前面的话还是点心问,对不对,这里的话我就需要刚刚后面的了,好吧,刚刚后面的这个数据, 当然这里面的数据有一点不一样了,你会发现什么问题呢,哎,它后面有数字,还有这个文字,怎么办,有数字还有文字,对,这个单位的话也是一个问题,单位的话也是一个问题,我如果说把这个单位全部解决的话,讲起来的东西,数据处理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我不好去给大家去全部展示, 这个地方只是说,写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不可能说全部给大家说,全部给大家说,那么整结一课的话,那么我们整结个两个小时,我要给大家全部讲明白,就可能只能做这个数据处理了,就只能做数据处理了,真的不夸张,真的不夸张, 好,在这里,我们就提取啊,去提取这个斜杠D,所有的数字,对不对,点D,点斜杠D,对不对,然后或者说,或者说它里面只有数字,好,不懂,不懂,给你介绍一下,好,首先,这个斜杠D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提取前面一个数字, 因为后面的话,它默认的是一个字符串,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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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给大家提示一下,好,像这里,好,像这个地方,我要提取它怎么办呢, 首先,它前面第一个,你把它当做一个,一整个东西,好吧,你把它当做一整个东西,它现在是一整个东西,首先第一个,我要提取的是这个字符串里面的第一个数字,对不对,斜杠D, 斜杠D,首先的话就是这个1,匹配的是这个1,斜杠D,匹配的是1,然后呢,后面有一个点啊,有一个点,这个点的话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正在表达式里面,它是一个,是一个啥,是一个什么字符来着,是一个关键字,这个点是一个关键字,那么这个关键字呢,我需要对它进行一个转译,不然的话,它会默认的给我识别生一种,别的东西, 好,识别生一种,像这个点形问,对不对,像这个东西,好,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要去,呃,点之后呢,点这个,这个1点,后面是一个数字,对不对,后面是一个数字,那么,又是一个斜杠,对不对,斜杠,斜杠D就是匹配一个数字,好吧, 好,然后的话呢,你会看到后面有一个数杠,对不对,有一个大数杠,这个大数杠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或者啊, 就或者,啊,因为你如果说,你会看到这里面,这里面,它不只是有这个,不只是有一点几万,对不对,还有这个整数的,对,还有这个一整个的,对,两万每月,哎,那么我们这样去提取的话,我们,我们用前面这个方法去提取的话,提取的只是一点八,啊,像这个两万,像这个整数,它不会给我们去提取, 好,所以说,我们要写一个,呃,写一个判断,写一个或者吧,或者我要提取,就是提取一个数字,只提取一个数字,好,是这个, 通过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然后像这个中括号啊,像这个小括号的话,是只要,只要里面的, 啊,只要这个小括号里面的,懂得吧,你这个典型问的话,是前面的一些数字,啊,前面的任何任意数字,前面的任意制服,啊,匹配前面的任意制服,到我,直到我们的这个斜杠,啊,直到我们的这个斜杠,啊, 大概能懂是什么意思就行了,大概知道我们要提取的是什么东西就行了,好吧,啊, 这个地方我要全部给你们介绍的话,去,是需要花一整节课的呀,这个爱与正的表达,是我要展开讲的话,是要花一整节课的, 啊,只需要去了解简单的用法就行,啊, 我怎么感觉还是不懂呢,啊,不懂没关系,啊,不懂没关系,啊,你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这一串代码,好吧,这一串代码可以去帮我们进行一个怎么操作呢,它可以去帮我们提取, 提取,提取所有的这个,后面的,后面的这一个特捕,啊,可以去帮我们提取特捕, 然后前面的这个,呃,button的话,这一串可以去帮助我们去提取前面的这个东西,啊,可以去帮助我们提取前面这个东西,啊,是这个,啊,是这个,啊,是这个,好,然后到我们下面,好,提取完整, 提取完之后呢,我们要去做一个操作,好吧,啊,这个地方就不做操作了,好,不做操作了,哎呀,它, 好长啊,它好长,它后面的话,我要去再去求一个平均的话,又会花一段时间,啊,这个地方就用这个top,好吧,就用这个top,或者说用这个button都可以,好吧,用这个薪资最高的这一,这一列,或者说最低的这一列区位都都可以,好吧,当然这个地方你要去把它转成一种,呃,比如说我现在去看这个df,啊,点info,啊, df.info,又是一个东西,啊,又是一个东西,啊,info,查看,查看,查看,表格,整体,信息,啊,查看表格,整体,信息,啊,查看表格,整体,信息,我运气给大家看一下,你会发现,它可以去看到什么呢,呃,你的一个长度,对不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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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有多长,以及这个所有人是从几到几,对不对,因为我们里面删除了一些数据,所以说它的一个,所有人都好像是0到99,啊,这个没关系, 我们不用理它,以及这有多少列,这个数据有多少个列,对不对,公司,啊,以及等等这些东西,以及它里面有没有空值,对不对,987,不为空,对不对,以及它后面的一个数据类型,啊,这是这一个东西,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8点和top,啊,啊,它是我们的薪资,对不对,薪资上线和薪资下线,那么它后面的话是一个不借口类型,也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字幕算类型,那么我们要去求平均的话,我们对字幕算是求不了平均的, 好,对不对,字幕算是求不了平均,求不了平均,对不对,计算不了,那么我们需要去把这个8点和这个top,啊,给它转成这种,数字类型,对不对,能听到吗,我要把它转成数字类型,那么我们要去进行什么操作,DF,对,DF,然后8点, 然后让它等于什么呢,DF,啊,里面的话写入这个button,啊,将它转成这个,这个,S,type,对不对,转成这个,浮点类型,64,啊,转成这种能够让我们去计算的这种类型,啊,包括我们的这个,top也要去转,啊,啊,然后运行它,然后再去看这个DF,点印for, 对,DF,点印for,你会发现它后面的类型就,就已经改好了,对不对,就已经改好了,啊,啊,这个地方,呃,能够理解吗,能够理解的话,我们,呃,简单休息几分钟,啊,前面讲的东西有点多,你可以,前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这个休息之间内,跟我说一下,啊, 啊,像这个飞鱼同学,啊,你如果说再是,再用,再用这个PySum去实现我们这个代码的时候,啊,你要去注意咱们的这个写代码的一个步骤,好吧,你要去注意这个步骤,因为我中间跳了一段,对不对,我中间有,有些地方跳了一段,你要注意你代码实现的一个步骤,好吧,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呃,给大家,哎,给大家去简单的去说一下,简单的去说一下,就是, 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呃,啊,在这里面我们去插播一个小广告,好吧,插播一个小广告,嗯,啊,啊,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系统课程啊,在这里给大家去简单的去说一下,啊, 嗯,哎,哎,哎,就是之前说到了,关于我们的这个,这个PySum的一个发展方向,对不对,有这么多,有这个爬虫,啊,有人工智能,还有这个数据分析,还有这个权战,有这四方,四个步骤,有这四个方向,发展方向,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系统课程当中呢,在我们的这个系统课程当中呢, 我们会去说 我们会去里面呢 会有这个系统 里面呢会有这个爬虫 还有这个数据分析 还有这个权战的一些内容 当然像这个人工智能的话 我们没有去涉及到 没有去涉及到 其实的话呢 是因为它的一个 怎么说呢 它这个人工智能啊 它的一个学历要求 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吧 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说就是暂时说 不建议大家去学习 暂时暂时不建议大家去学习 像一些学历没有达到要求的话 不建议大家去学习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有数据分析 以及有爬虫 当然在我们爬虫里面 在我们这个这些东西里面呢 会去涉及到很多的知识点啊 这地方有这么多知识点 大家可以去简单的看一下 就是你需要 比如说你要去学习 咱们的这个数据分析 你需要学习哪部分内容 对不对 就是这一块红的 加上这块蓝 加上这块蓝的 你要学习这么多知识点 就比如说 在我们的系统课程的话 是这个爬虫 加数据分析 加上全站 以及这些所有的内容 对吧 所有的内容 都是你要进行一个学习的 好吧 都是你要进行一个学习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 一整套的一个学习吧 一整套的一个学习内容 当然有些同学 想要去自学的话 可以去参照着这些知识点 去学习吧 可以去参照着这些点 去学习 这是这个 当然在我们在学习 比如说我们去学习的 这个基础课程 加上我们的这个高级开发 然后的话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这是啥 爬虫 对不对 爬虫的话 大概 这段时间的话 大概是几个月呢 简单给大家写一下 好吧 在休息时间 简单给大家写一下 好 写一下 就比如你要去学 比如说我们这个爬虫课程 在我们这个爬虫课程当中 你去学习到咱们的这个基础 加上咱们的这个进阶 加上咱们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爬虫课 爬虫课 那么这个时间的话 你去 比如说你去学习 像我们课程的话 是学习三个月的时间 对三个月的时间 你就可以去接一些 比如说去接一些外包吧 对 比如说你去接一些外包 去做一些 像你这位非同学 对不对 像非同学 像你如果说 学习我们系统课程的话 你去学习咱们的基础 进阶 加上我们的这个爬虫啊 你是可以 大概是三个月的时间吧 从零基础 到咱们的这个 真正的企业 企业级的一个 一个操作 去去学习完之后的话 你是可以去像我们的这个 调取一些东西一样 你是可以去做一些外包的 好 你是可以去做一些外包的 当然这个外包的途径 有非常多种 这个地方 这个非同学想念吗 就是去赚一些零用钱 对不对 赚一些这种 这个对不对 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不对 赚一些这个学习的一些费用 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简单的跟你说一下 就是 关于我们的这个外包啊 你能够去做什么样的一些 去哪些平台吧 就比如做外包的话 像大家去做外包 怎么回事啊 有这么多个平台啊 有这么多个平台 有这么多平台 这个平台的话 你可以去找咱们的这个木族老师去领取的 或者说找咱们清风老师去领取 都可以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拿个案例去介绍一下吧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叫啥来着 元节送 去元节送去看一下 因为我之前 我这个时间的话也看了一下 就是这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做数据分析 这个数据分析的话 大概是一天五百块钱 大概一天五百块钱 这个东西 这个叫啥来着 巧许的东西还在 它跑了 对吧 像巧许的东西 你其实是可以去做的 对吧 从网站上批量去下载 咱们这个一个sell表 然后大概五十三吧 然后一键进行一个数据对比分析 分析内容是和上期的这个年初对比 增加有一个特殊提示 对不对 这个东西满足需求就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用Passet去做 做这样的一个需求 当然这个批量下载的话 你是需要用到这个爬送的知识 所以用到我们爬送知识 也就是说你学习完三个月 你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项目 对 做这样的一个五百块钱的一个项目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这个地方其实还有其他的 对不对 有其他的 像这个是所谓的就是南京 然后预计公司是两天 然后是一千块钱吧 一千块钱 大概是一天五百块钱吧 这里面的话是做一个数据分析的概念 做一个数据分析 就像我们今天 你会设计到 它已经有这个原始数据了 对不对 就不需要我们进行爬送 就只需要去学习这个数据分析的课程 然后你去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些分析 对不对 当然分析的这些内容的话 其实也是一类似的吧 也是类似的 也是在我们这个学习完这些 我们课程内容之后 你能够去做的一些事情 当然数据分析的话 大概也是三个月时间吧 这是一个外包吧 外包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外包的情况 大概是做外包的话 大概是这个 三百到五百 对不对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数据分析吧 这是数据分析的外包 当然里面有一些爬送 对不对 像爬送的外包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吧 你去爬去网站上的一些数据 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价格吧 相对来说 其实还是可以的 对三百到五百 对吧 这个时间的话 大概是一天吧 像你们 像你们我们正常的一个VIP东西的话 正常来说是一天 对 正常来说都是一天时间 对一天时间 我觉得一天赚这个三百块钱还是 赚三五百块钱还是挺值的 对一天挺值的 当然不是说一整天你都需要去做 你一天的话抽个几个小时吧 抽个一个上午就可以了 对一个上午 抽个大概五个小时时间 对五个小时 大概抽个五个小时时间 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 对这是我们 就是正常来说 正常来说我们的一个水平 我们的一个学员的一个水平吧 这是这个 小费同学 你如果说你想去了解这个的话 可以去找咱们的这个木子老师 或者说找咱们的这个清风老师 对啊 找咱们的清风老师 这地方我把清风老师放出来 诶 解不了图啊 对不对 可以去找咱们清风老师 或者说找咱们的木子老师都可以 好吧 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 一些简单的介绍吧 然后的话呢 回到我们的课题好吧 这个小许同学还在听个吗 这个飞鱼同学啊 飞鱼同学还在吗 你不会跑了吧 你会找木子老师去聊天去了吧 好 那么我们课题还是要正式开始的呀 好 刚刚讲到了这个东西 刚刚讲到了这些数据处理 当然 数据处理的话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一些 非常多的一些步骤 对 非常多的一些步骤 那么这个步骤的话 是需要你们去 需要你们课题 可以去一个了解的吧 这些我们前面的话 就只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 就像这个工资列 对不对 工资列 以及这个经验 学历 这些东西 以及这个薪资的话 刚刚已经提取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我要通过这个薪资 去进行一个绘图 这个把它放到后面去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去开始一个绘图啊 这边我要去导入一个工具吧 首先我们要去看的是第一个吧 第一个给大家去写一下注释吧 这里面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去查看的 就是我们Passet开发 它的一个薪资区间 把薪资区间 以及等等的一些经验要求 对不对 经验要求 经验要求 还有这个学历要求 学历要求 以及这个什么地区 招聘人员 是最多的 是比较多的 以及这个 是不是 等等这些情况吧 等等这些情况 当然这么多情况的话 不可能说我这几课 这几课的话 本地区结束 对不对 时间是不够的 好吧 我把这个全部给大家讲 是时间是不够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拿一个例子 给大家去说一下 就比如我们拿这个薪资区间 对不对 看一下咱们这个Passet开发啊 它的一个薪资区间 是从哪里到哪里 是最多的 吧 装哪些地方是最多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去导入一个地区库 好吗 能派 这里我们去写一个 不对 我其实还要导入一个画图库 这个的话其实也是画图工具啊 画图工具 只是说它里面的一些使用方法 稍微简单一些 稍微简单一些 但是丑一些 丑一些 但是它的使用方法简单一些 好吧 为了方便你能够 为了方便这个 这些同学能够听得懂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去介绍这样的一个东西 去介绍Metapolib 但画图工具 画图工具的话有很多 有很多 这里我不去一一的去说 好 这个地方我们去导入了一个 浪派库 好吧 浪派库的话 是我们去做这个数值 数值计算 在我们做数值计算的时候 经常去使用到的一个户 它的一个计算速度 是比我们 passing类置的一些速度 是要快很多的 是要快很多的 这里 这里我们去写一个方法吧 去写一个函数 这里面有什么呢 ST end 它可以就帮我们 我们写这样函数的目的 是什么呢 去帮助我们 新建一串列表 新建一串列表 到最后 你看到它的一个作用就行了 好吧 它会返回一个 返回一个X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这里去指定一个list 1 等于这个 SQ I 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我们去新建它的话 在里面我们去传入一个参数 比如说我们传入一个0 再传入一个10 然后它的部长为0.5 对吧 最后的话我们去打印一下这个list 打印一看这个list 运进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报错 它报错 没有写冒号 对不对 它会去帮助我们去新建一条 这个等杀数列 等杀数列 为了摩法斯看到了 对不对 这里写了个冒号 刚刚忘记写了 出新大义 它会这个函数的话 这个函数会去帮助我们去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面包含了什么呢 从0 到0.5 对 0到1 然后1.5 对吧 一直到9.5 好吧 一直到9.5 新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列表 对 每一个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元素 它们之间相差的一个 相差的一个 它们之间的差是多少 都是0.5 对不对 每一个元素 对应的每一个元素 相差都是0.5 这是这个项目的作用 我们要用它做什么呢 我们要用它去做什么呢 再想想 我们要去用它去做一个薪资区间 对不对 做一个薪资区间 这条 对薪资区间 就像现在0到0.5万 是一个薪资区间 然后0.5到1万 是一个金资区间 然后1.5到2万 是一个金资区间 一直到这个9万 好吧 一直到这个9万 好 这个地方我们去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 df 这个叫top 进行个绘图 点plot 直接通过它绘图 知道吧 直接通过它绘图 然后的话呢 画一个叫什么 画一个这个柱状图 会这个柱状图 点plot 点HST 就是重量图的意思 不幸的话我们可以去 可以去看一下嘛 对不对 去翻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它是啥 它这个翻译有问题 这不是我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不是我的问题 这它翻译有问题 这个百度是个垃圾 对不对 这个百度是个垃圾 这个百度翻译是个垃圾 这不怪我 对不对 它是一个磁方图 对不对 像这位MIRM 王老师同学说的 对 它是一个磁方图 这里面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 它的一个 它这里是30 30是什么意思呢 设置一个 柱状图的一个数量 指定这个柱状图的数量 其实的话呢 可以去里面去设置一些参数吧 这个地方直接把这个 直接先给大家运行一遍 好吧 点Shot 就可以运行 对 显示这样的一些东西 当然 我们前面使用到的这个List 我们要把它用上 用上的话 我们要用设置一下 它的一个刻度 X轴的一个刻度 我们把它设置成什么呢 设置成这个List1 对 List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新式区间 新式区间 当然这个图我可以把它变大一点 变大一点的话 在我们这个后面 写入一个什么呢 FG SIG 画布的大小 这是成20 乘8吧 20乘8 嗯 对 这是这个东西 这是这个新式区间 当然这个新式区间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准确 一点点不准确 这个没有关系 到后面的话 你想要去 你想要去把这个图 可以更加精确一点 对不对 更加规范一点的话 你可以去处理 通过我们本节课的一些知识 你可以把这个新式列 处理处理得更加完美 对不对 处理得更加完美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Pathom 关于我们Pathom的一个新式区间 Pathom开发的一个新式区间 当然这个大部分数据的话 其实还是没有问题的 大部分还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从0到5万 0.5到5 0.5到1万 它是大概是 这份区间是没有什么人的 对吧 然后大概的一个新式区间的话 是1万到这个3万之内 后面的话可能是一些不规范的 对后面可能是一些不规范的 我们不用管它 当然其实8万9万的也不是没有 对8万9万一个月的也不是没有 对不对 这是我们大概正常的话 大概大概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区间的话 大概是一个1万到3万之间 对不对 你可以通过你的绘图去了解 了解一下这个数据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这是一个 包括像我们 后面的话呢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图形 这个地方我可以去打开我之前的一个代码吧 打开我之前的一个代码 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去看一下 打开我之前的一个代码 这是我之前写好的 就是我之前他这个 这位老师给我爬学的代码 然后我写好了这个代码 对不对 查看重复值 趋势值 这些东西 以及后面的话呢 你们想要去分界的话呢 可以去对其他的一些情况进行处理 对不对 比如说经验要求 以及你的学历要求 通过后面你可以去看到 他的一个经验要求 对不对 前面的话是用的一个 Metapolive 然后后面的话 绘图是用的这个PYCharts 你会发现 对不对 两个极端 对吧 两个极端 这个PYCharts绘图是真的好看多了 对不对 觉得这个图好看的东西 给我刷个鲜花 好吧 你用PYCharts 可以让它变得更好看吧 这里的话 你可以去分析一下你的一个经验 和一个学历的需求债比 它的一个债比情况是什么样的 就比如这里的话 它其实经验要求还是 怎么说 它的经验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对不对 你会发现从一到三到四年 对 一到四年 它的一个经验要求 占绝大多数 而不需要经验的 你看 占百分之四点 四点几 对 你会发现它占百分之四点几 低的离谱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PyCharts 开发这个行业里面 是不太需要无需经验的人 你没有经验 我大概率不会要你 对不对 这是这个东西 以及这个学历 你会发现 大概率的话 其实还是要求什么 要求本科大专学历 对 要求本科大专学历 但是你去做一些外包的话 是不需要的 但是像这个同学 你去做一些外包的话 是不需要学历的 只要你有技术就可以 对 这是这个 学历经验 经验和学历的一个需求占品 以及下面的话 有一个什么呢 招聘地点 哪些地区招聘人员最多 对 你就像我们经常说的 北上广深 在北上广深 这几个地方 招聘的人员是比较多的 其实是 其实是因为这个 他爬起的数据 就是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数据 以及这个不同经验的 不同科学经验的一些平均薪资 对 不同科学经验的平均薪资 当然这里没有经验的平均薪资 这么高 这个是数据的问题 好吧 当然我需要进行一些处理 才能让它展示到更加 更加好一些 好吧 这是一个学历吧 学历 对不对 以及最后的话 可以去做一个公司福利的一个 一个叫啥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雌云图 对不对 这是一个雌云图 那么这个雌云图 其实也是可以去做的 对不对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 各个公司 这个互联网行业 这些公司的一些福利 是什么样的 其实大概率的话 对不对 像这些字体越大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数量是会多的 你会发现 大多数 它都有一个无限移金 对年终奖金啊 补贴啊 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大概率都有 对 这些东西 这是我们去了解的 这个 这整个案例 解放 解放 解放